吉隆坡臺灣學校舉行創校二十六週年 校慶及運動會 參加的運動員們 都充滿了朝氣與活力 會中駐馬來西亞代表張繼平 董事長拿督江文周 以及馬來西亞劉泰校友會 聯合總會會長陳志光等人 也都受邀出席 許多學生 家長更是共襄盛舉 吉隆坡臺灣學校舉辦慶祝創校二十六週年 孝慶即代表處臺商臺校聯合運動會活動 駐馬來西亞代表張繼平 馬來西亞劉泰校友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陳志光等人 加上許多家長趁著假期到場參與 共六百多人的現場熱鬧滾滾 此時在操場上參賽隊伍陸續出列 而校長張藝青也在司令臺上管理 運動員個個充滿活力與朝氣 隨後眾人齊唱 孝哥 馬來西亞國歌以及中華民國國歌 張藝青校長致辭時特別感謝 江文周董事長當初所帶領的建校小組 以及代表處 朝委會 教育部長期的援助 劉泰校委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股之眼 也是在大馬非常有影響力的 到台灣流血回來 很有成就的精英所組成的團隊 我們每次的活動都有劉泰協助的這背後的致力 我在這裡啟免我們前校的老師同仁 以及我們同學們 大家一定要繼續保持我們這現有的很好的成果 馬來西亞留臺校委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陳志光肯定吉隆坡台灣學校 在臺灣與馬來西亞經濟上的貢獻 這二十六年來已經培育了許多英才 不但在文化和教育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也同時讓許多的臺商和臺幹 可以把他們的眷屬接過來在這裡 可以心無旁誤的為實驗打拚 祝馬來西亞代表張繼平表示 去年高中畢業生升學率達百分之一百 希望繼續保持多年來辦學優良傳統 讓大馬民眾有機會透過臺校了解臺灣 作為新南向政策下 臺馬人才交流 重要橋樑 海外的最堅強的後盾 把我們臺校建校二十六年以來 非常感謝在我們歷任的董監事 家長會 校長還有我們全校的師生 以及我們的同學共同的努力之下 學校穩定成長進步 隨後進行運動會各項活動 包括客家舞蹈表演 幼稚園小朋友的趣味競賽 以及小學各項停進項目 運動會展現了學生體育方面能力 也讓家長們看到小朋友 在快樂環境下成長 臺灣網民是歐斯維 馬來西亞沙亞南採訪不到